從國發會主委劉敬青 到經濟部長郭志輝 幾乎成為核電自走炮 從國發會點名到經濟部 一上質詢台 王世堅對自家人炮火絲毫沒有減 開口怒轟財經內閣 對核能立場常常語出驚人 我認為不同的方向思考可以 但是絕對不能說這是他個人的立場 進到內閣就沒有閣員的個人立場 閣員所有發表的政策說明談話 都是內閣的立場政府的立場 被炮轟很能自走炮的金長郭志輝 尷尬盯台上似乎猶豫要不要走上前 但就算上了台也沒解釋空間 因為愛罵的馬上就還下一位 如果只要播補的話 部長不需要你來做 不是嗎 AI就可以了 現在社會上所有的討論 都是要這種改革 我不是講說 不要說不這個改革 你剛剛這個說明 有說跟沒說一樣好 一一點民進內閣缺失 但對財經內閣不滿的 恐怕不只王世堅 先前財經內閣和立委參緒 就傳出席間炮聲隆隆 平面媒體跟報導 柯建民對郭志輝和彭金龍 都給予震撼教育 新內閣跟民進黨團還處在磨合期 財經內閣就被立委私下形容是 外星人內閣 他外面的人的解讀啦 溝通上還好啊 我們也很少碰面啊 財化法的會議我並沒有參加 我想可能是個誤會 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 雙方的了解認識 以及對業務的熟悉 都比以前更好 主要虧緩加行政院政策也逐步上軌道 八月將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 拿出拚經濟決心 擺脫外星人 內閣稱號 參數環節 續續 台北採訪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